大家好,我是冯耀宗 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更快的做出一个全正6以上的网站 这里主要是针对一个 针对一个域名和服务器对S1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里我先给大家送三个锦囊 这里我先给大家三个锦囊 上册是埋脑网站 中册是埋脑运名 下册是新网站新运名 这三个锦囊非常关键 直接决定你毕业的时间 如果说你按照我们的课程 按照我们的要求 能埋脑网站的话 三个月之内是可以做到全正6的 这是最快的方法 这是最快的方法 我们先来说一下买脑网站的一个要求 第一个点 采集的网站不要 页面最好是控制在1000个左右 第二个点 做过非法记录的不要 第三个点 要有内页排名的网站 指的是网站页面 第四个点 做过快排的不要 第五个点 成本控制在5000块钱之内 第六个点 市面上常见的一个CMS 这里是没有写到的 第六个点 实际上有 第六个点是 选择市面上常见的一个CMS 首先是采集的 网站不要 页面最好控制在1000个左右 这个页面指的是全上所有的页面包含首页栏目标签页文章页聚合页专体聚合页等等等等聚合页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采集很简单就可以判断 但一个网站动不动几万条内容或者说几十万条内容那毫无疑问就是采集的这种网站是不要的 对吧 那一个网站1000篇那就算是采集那没有关系 反正就1000个弄了 不多 对不对 你动不动几十万个几万个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其实是做个非法记录或者有个非法信息的网站是不要的 毕竟我们做的是白帽S1 对吧 我们不交 不交这个违法违规的网站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注意了 如果你是违规行业 我们最好不要来问我 我也不方便给你解答 那么第三个点 要有内页排名的网站 要有内页排名的网站 因为我们做的 做上的模式是将首页的权重分散到内页上面去 那内页去参与排名 只有这样的网站才能够做大做强 所以说这一点是个核心点 内页一定要有基础权重 那么我们在做分权操作的时候 就更容易上排名 更容易做出权重量 那么至于什么是分权操作 什么是集权操作 我们后面的课程会讲到 那么第四个点 做过快排的网站是不要的 毕竟快排是黑帽S1 一方面被打击是迟早的问题 迟早的事情 第二个做过快排 二方面 快排只是把你的排名的注射器 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你网站的百度性率度 这个权重 这个和权重就是两码事了 所以说一旦这个网站做过快排 我们直接不要 直接放弃 第五个点 成本控制在5000块钱之内 毕竟太贵了 买来不划算 我自己买账的时候 成本也是控制在5000块钱之内 太贵了也不用买 一般来讲的放点3000块钱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的放点3000块钱足够了 第六个点 最好选择市面上比较常见的CMS系统 因为我们后期还提供了相关的一个推荐工具 我不可能每个CMS系统 我都来开发相关的工具 所以说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 Wordplace和Zmond 这两款的CMS 我这边都有做相关的一个工具出来 对吧 到时候你可以拿着时间去使用 对吧 那么这里可能大家有个问题 这里大家可能有个问题 如何分辨出是否有做过快排呢 对吧 怎么样分辨 这个网站有没有做过快排呢 两个点 大概判断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 百度第一页的排名率 第二个点 首页排名的网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上载根据的一张图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关键值排名在百度首页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对吧 第一页的几率是百分之百 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快排刷出来的 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快排刷出来的 通常百度排名第一页的排名率非常高的网站 大多数大多数都是快排刷出来的 当然也不排除白帽SU也能够做得出来 白帽SU也可能会出来出来 那么其次就是大多数快排的网站都是首页排名 因为首页的营销价值远远超过文化业 而且快排是需要消耗成本的 所以都会刷首页的排名 那么我们买老网站的第三个点就有要求了 用内页有排名 这样就说明这个老网站内页有基础的一个权重 对吧 那么分辨快排大概就是通过这个两个点 可以八九不理十的分辨出来 但是百分之百分辨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百分之百分辨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八九不理十 那么我们去哪里去买这个老网站呢 实际上网站交易的平台非常多 大多数都是比较靠谱的 对吧 如果你自己有现代过的平台 可以自己去找 如果没有 我这里推荐这两个平台 第一个是A5网站交易平台 第二个是中介网 对吧 我在这两个平台都有买个网站 有卖个网站 包括我的博客文风网 一百百都是他们平台上面卖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一个交易 都没有出现异常 对吧 我相信这几千块真的 这他们平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至于他们网站怎么样去打开 怎么样去操作 怎么样去购买流程 怎么样去注册账号 我这里就不交了 如果你完全不懂 怎么样注册账号 或者怎么样的 你可以联系他们平台客服 让他们教你注册账号 交易流程是什么 如何购买 怎么付款 这些基本的问题 这属于一个电脑的基本操作的问题 如果实在不懂 私下问我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 在基础之时 大多数的人都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不必要在这里来浪费时间了 你私下教我 我私下跟你说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清楚的东西 我在这里还浪费时间来教 这就没有必要了 担务别人的时间 担务其他人 其他人的时间 讲一些废话 没有必要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锦栏 也是上策 虽然要花几千块钱来买网站 但是至少可以节约你三个月的时间 你三个月还不抵这三到五千块钱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 优先选择上策来做 优先选择来上策来做 买老网站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中策 购买老域名来游货码 为什么购买老域名是中策呢 因为购买老域名 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就是你不清楚 这个域名以前是做过什么违规的内容 对吧 你不知道他以前究竟是做过什么东西 做过什么违规的内容 虽然说第三方根据 可以查得出来 网站的历史记录 但是第三方根据 不是每天都有快照 而是隔几个月一个快照 那么中间他就有 有几个月可能做过违规的内容 比如说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博客 我博客的一个历史记录 我博客是2019年卖出去的 卖给了一个做违规信息的人 对吧 2020年 他们做违规的内容 导致域名被抢 网站被K 对吧 但是第三方根据就没有查出来 中间有做过非法的一个内容 他们是隔几个月一个快照 隔几个月一个快照 所以这个工具就没查出来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在这里面 如果你正好买到一个被K的一个域名 对吧 正好他们做了违规那种被K 而第三方根据又查不出来 那么不仅仅对你优化没有帮助 可能还会延长你优化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对吧 这是一个老域名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在这里面 虽然说 虽然说 老域名有弊端 但是老域名 也有好处 那么选择老域名 有哪些优势呢 首先 老域名和新域名的重点 就是老域名相对新域名 也更容易收入 因为他们有历史外念 搜索眼前抓取的渠道分别 有外念提交百度内部的JS 比如说百度统计 浏览器收集 那么 所以 外念 是可以增加收入的渠道之一 对吧 它有一个历史的 历史的外念 第二个点 有历史的权重 第三方的权重和百度的新域都是不一样的 但大多数八九不理事 也就是说 这个老域名在百度那边有信誉度 所以你拿老域名来做更努力快速上百名 做起来也就更轻松 那么 最后一个点就是有自然的流量 因为老域名以前做过网站 它肯定会有一些自然的流量 自然流量在SEO这一块 实际上帮助并不是说很大 并不大 但是如果一个新网站 有多个人使用百度内核的浏览器 打开域名 而浏览器可以收集这个域名信息 自然也就会提升网站的一个收入 所以说智能流量在SEO方面有这么一个好处 但实际上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如何选择老域名 以及选择老域名的条件哪些 首先是做个非法记录的不要 做个非法记录的不要 一方面我们不交非法记录的网站 不交非法的站点 二方面非法的网站 很有可能被列入了百度的黑名单 这个时候你拿着这个老域名去做 可能会吃亏 那么如何查询非法记录呢 大家可以通过橘子SEO 橘子SEO根据去查询 但是我前面也说了 第三方的根据 不是每天都有快照 而是隔几个月一个快照 所以会有一部分历史记录查不出来的 最终你拿到的域名 对吧 是否有做过非法记录 全凭天意了 因为我不可能每天盯着某一个域名 天天去看他有没有做过非法内容 这个历史数据谁都没有 卖家也不可能告诉你 他的网站有做过非法记录 对吧 所以说全凭天意了 其次是选择老域名 最好是要与你现在做的这个行业相关 对吧 比如说老域名以前是做专修的 那么你买来现在也去做专修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继承 你这个域名的一个权重 并且做到事半功倍 所以说这个行业也特别重要 那么 最后一个点 就是优先选择.com的域名 对吧 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些不常见的域名 这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操作 还有人喜欢选择cn的域名 这里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这么操作 为什么呢 点.com的域名相对而言 比cn的域名更好收入 有传言说 cn的域名价格便宜很多 所以很多做非法赞典的喜欢批量 用cn的域名来做赞群 这就导致百度不太喜欢cn的域名 不管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 不管它是真是假 但现实的问题告诉你 点.com的域名确实比点cn的域名更好收入 所以我们收入cn域名和 我们自己也有在做 COM的域名和cn的域名我们都有 结果显而易见 点.com的域名更好收入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说一下 对吧老域名 如果说老域名有历史权重 有历史高年龄 有历史高PR 这些优势那就更好了 那就更好了 对吧 那就更好更好作业 那就是最好的域名了 不过我这里要提醒一点 当你购买域名筛选的条件越多 那么选择的域名就越少了 所以这些条件可以作为一个 附加条件参考 比如说历史高权证啊 历史高年龄啊 历史高PR啊 这些可以作为一个附加条件来参考就可以了 ok 那么接下来买老域名的渠道 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自己有渠道有资源 那就用你自己的渠道和资源去购买 购买老域名的平台 随便你怎么选择都可以 毕竟目前卖域名 还是很少被骗的 对吧 哪个平台都是一样 买个域名就几十块钱 新域名也就几十块钱 老域名无非就是价格的问题 上下隔不了几十块钱 对吧 如果你实在没有资源的话 我推荐你去居民网购买 为什么去居民网 也不要问 平台都差不多 你自己找的和我找的没什么区别 本来是不想推荐的 毕竟这一部分是设计到的一个广告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平台 我是随便找的 因为平台都差不多 但是又考虑 有些同学不知道去哪里买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居民网 至于居民网上面 怎么样注册账号 怎么样购买域名 购买流程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咨询他们的客服 对吧 他会告诉你操作 对吧 怎么样注册账号 怎么样买域名 购买流程 对吧 这是一个电脑基础 基础的东西 我没有必要在课程里面浪费时间了 对吧 所以注册账号都不知道的话 我在这里来教大家注册账号的话 你这个钱就发的不值了 浪费时间在这一块 你这个钱就发的不值了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一个操作 那么最后 我跟大家再来讲一下下策 为什么是下策 因为我们教的是白帽S1 任何一个白帽S1技术来做心脏 相对而言 相对老域名老网站来讲的话 时间都会比较长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任何一个白帽技术来做心脏 都会比老域名老网站时间要长 这是不用自己的 甚至 要多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新域名新网站是下策的原因 那么其次 新网站需要自己来优化技术 毕竟你是成名开始来做一个网站的 所以任何事情都需要成名开始做 相对而言 每天的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对吧 那么最后技术门槛相对也比较高一点 而且买老网站 很多东西都是别人帮你做好现成的 你直接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对吧 买新网站的话相对也比较高一点了 那么即使如此 我同样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你使用新域名新网站 一样是可以做到全质量的 因为我们教的是白帽正规的优化途径 所以你放心 无非是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而已 比起老域名会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那么对新域名新网站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网站模式也是市面上企业网站不一样 我们网站优化的模式和市面上企业网站优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 那么第一个要求 最好选择常见的CMS 比如说 Zenom WordPress 常见的CMS 对吧 一方面 我们对这个CMS有这个提供推荐工具 对吧 二方面 常见的CMS插进也是比较多的 遇到什么问题 百度上也可以找到答案的 对吧 同时也建议大家去选择 纯静态的CMS 因为这种类型的网站做大了 以后的内容和流量比较大了 如果使用动态的话 会导致服务器负载比较重 对吧 最好打开速度方面 影响会比较大 对吧 所以说建议大家去选择 纯静态的 那么其次 是优先选择.com的一个域名 注册域名之前 最好利用第三方根据 查一下历史 是不是空白的 使用局责SEO 就可以查询的数据 不建议使用帐展根据去查询 因为帐展根据 查询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不要说你注册的新域名 就没有历史 就没有历史记录了 可能也有历史记录 对吧 可能也是 可能也 注册新域 可能也有历史记录 第三个 模板能够正常被抓取 有些程序 可能有些程序 经过特殊处理 前端展现的代码 并非HTML 那么搜索已经在抓取的时候 压根就抓取不到你的文字内容 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优化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选择 常见的CMS 正规渠道的模板 如果没有模板选择 可以打开我们的长证号 我们长证号的广告位 有模板的广告 和我们长证号一模一样的模板 这套模板是一套非常不错的模板 因为一旦有SL方面的知识量 我都会跟这个模板的作者去沟通 让他们去优化这一块 对吧 这里提醒一下 当一套模板被太多人使用了 理论上是不利于SLU化的 这只是理论数据 也是被官方证实过的理论数据 也就是说这套模板很多人都在用 那就不是那么利于SLU化了 对吧 这是一个理论数据 这也被官方证实了 那么这只是一个理论数据 对吧 这只是一个理论数据 第四个点 做的行业不能有违规 我们在第一课就能 就讲到了哪些东西不能碰 对吧 政治宗教民族设计 明信医疗等等等等 这里个等字 我就不重复来说这个等字了 不记得 大家可以去重复一下 第一课 不记得 大家可以重复一下 第一课就可以了 我就不重复说这个等字了 那么 那么购买域名和服务器 这里为了节约成本 我建议 我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对吧 域名建议选择大平台购买 域名建议选择大平台购买 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这种大平台 我的域名都在阿里云 为什么呢 因为域名也就是几十块钱 价格都一样 对吧 一个域名就几十块钱 既然价格都一样的话 我肯定优先选择大平台压 毕竟稳定性和安全性都具有优势啊 对吧 肯定选择阿里云 对吧 我的博客 曾经就在阳光互联旗下的一个代理手里买的 当时域名要转到阿里云 对方强制性收费两千块钱 最后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给了他两千块钱 对吧 我去找阳光互联 他们直接不管 对吧 随他们乱收这个代理费用 随他们乱收费 这种情况在大平台就不存在了 阿里云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的 那么其次服务器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大平台 不要选择大平台 不要选择什么阿里云 一方面价格比较贵 第二方面服务不到位 价格贵我就不多说了 阿里云的价格比市面上都要贵 这里 所以这里我不建议大家 看到了什么阿里云的活动 就购买了 它是对新用户有优惠 但是老用户续费的话 就特别贵了 同时我不建议大家 一次性买一年 虽然说购买一年 价格有优惠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买 因为我们做的是权重账 做的是流量账 你做几个月以后 你就会发现你排名上升得很快 流量上升得很快 这个时候你买一年的服务器 根本就顶不住了 那多余的钱你就浪费了嘛 对吧 你用了三个月以后 你发现配置已经到点了 我这个流量撑不住了 这服务器撑不住了 怎么办 这个钱就浪费了 对吧 可能你觉得 你的服务器可以升级一下 或者怎么样呢 但是这个时候你升级 你会发现你升级的费用 远远超过了 你购买新服务器的费用 对吧 对吧 第二个点 就是服务方面不到位 我刚刚说的价格比较贵 服务不到位 为什么 为什么服务不到位的 阿里云那边一旦有问题 你要提交工当 提交工当 如果说 一旦有问题提交工当 来回解决要一天的时间 对吧 但是你第三方的服务器 你QQ打电话都可以 人家24小时值班了 一般来讲的话 机房都有值班的人 24小时值班了 对吧 你随时找他 他随时给你响应 对吧 这种服务是到位的 比起阿里云更到位的 我跟你说 而且阿里云那边 他解决问题的响应时间 特别慢 需要提交工当 或者怎么样 非常慢 所以我建议大家 选择第三方的服务器 目前来讲呢 目前来讲 服务器的稳定性 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毕竟都2020了 对吧 毕竟都2020了 另外安装 跑他环境的时候 可以做自动背缝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对吧 其次我建议大家 购买的是物理机 一台服务器 一个网站 我建议安装多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 可以短时间 把流量做起来 你安装多个网站 会导致服务器存在不住 到时候你又要半签网站 这样会拉散你的优化时间 做一些多余的事情 不划算 那么如果你没有服务器选择 你可以私下联系我 我发给你 这里我就不打广告了 好吧 这里我就不打广告了 好了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